大家收看影片之外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刚刚经历完一次 我形容为是自助餐的赛马日 全日赛事除了第二场和第三场之外 其余场次都是任你挖金 最无奈的只是王者骄傲 特意在首次过终点后 自杀式地走上去烧一烧我们果匹黄宝 搞到黄宝只是跑第三者 各位不要气炎 气女啊气炎 不要灰心我们再搭过 今次赛马日一点都不吸引 但全日最有倒霉的是一匹市卓风宝藏 它就是头场果匹以来锋 首先今次五八千四米会拆开两组 也就是所遇的对手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 先看上次让明论是怎么发挥 骑士在弯位选择了而出去冲 正正是这样 就让了潘顿匹升制精英成功拿了他的跑线 而且还要赢马 虽然本身二来锋跑四班都是有点勉强 但如果在这场拿位好一些 是可以跑得更加接近 这下一个升速也有分追下 最后八多米 透出来是埋便 揣上来就偏偏君子 外面位置是升制精英 两马中间乡第三位还有跟斗云 外面很有利上了一点 中档位置继续精彩 接近中点外面赶上来 升制精英终于打开胜利之门 今季初出是五班起步 只是紧败给金碧科 而且果场马段速不差 这次再次落回五班跑就当然有利 看最近几场其实起步后一点都不慢 每次骑士都只是因应排档差才会留后跑 所以我估计今场他头一次抽到好档之下 绝对有权可以守系五至六位跑 今次落班也马上换个外籍骑士去骑 完全不是日日漂亮果种继续用样名论 也已经尽险出激深意 另外,特别要留意马雅今季赢了六场马 原来其中有三场都是背重磅 所以对于今次落班背重磅就真的担心少了很多 上次在40分都仍然跑四班赛 很明显就是马防部处 等今次上阵可以比季内初出跑第二果场背小两磅 今次决定投威投势 选这批做全日重心 酷! 第二场落天牌和幸运旅程都挺相似 近将都在受当位影响之下才会上到名 季初两战四班赛排在六档以内都是跑到入三格 而且两场的赛事水准都是好 今次换雷神骑就马上抽内档 又不知为什么和战虹三千一样有运 现时希斯两大杀手史卓峰和潘顿一个利港 一个优扬 其余有合作过跑大赛的巴道和田泰安 亦同时间停赛 今次换酒舌因而配雷神 不需要担心小合作而有所顾虑 反而是充满求交代的一大讯号 第八场成心所愿前次在095 场次排在大外档跑第二的水准都挺惊人 投六名买其后再出以惊累计取得六场头马同一个位置 而这批马上次再跑同程 就继续排在外档 起步还要晚闸 格沙一场可以视为是爆冷不成的洗底 这次排档终于转好 而马房因应早段落脚不快 现在陪眼罩出赛 赛前更是安排了四货拍跳 亦有安排但继续确保起步顺利 除了未能游泳之外 避震已经算是相当积极 又看看可不可以挑战一下匹最眼光了 提供第一 那今天到什么好 想每次赛日一次看完所有参战马的评语 和每次赛后收到详细的赛后评和备忘码 就快点加入成为会员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